慢点啊小熟 后会有期 走了 我走了小凤 好的 路上注意安全 有机会再来 好的 拜拜 可以可以啊 祝你事业有成啊 一定因为会事业成功的我 哎 放手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广师小凤 今天呢这个小熟就正式回这个东莞大城市了 所以说今天呢我出来就是送下他告别下 毕竟认识这么久也是朋友嘛是不是 怎么样都要就说送别下送行上 说不定有机会到时候我去东莞也可以找他嘛是不是 但这一次真的 离开了也不知道 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 应该见面的机会很少了 毕竟就是说人走茶凉嘛是不是 但不管怎么说认识都是缘分 所以说 我觉得这次啊我还是出来就说 跟他告别上 来了 我的车停在前面 我要办事行的啊 走了 这次是真的要回东莞了 是啊 回去东莞了 楼村生活也体验完 也看到了你的喂猪喂鸭了 也有这个大盖了 这次啊 对 然后这次回去呢 我希望你就说好好工作 然后 好好就说写东西 你不是说要回去写那个 那个那个烧尔拉粉吗 是啊 到时 看一下有没有厂地 租个大厂地 可以养一些鸭子 然后再弄个快箱店 对 双重投资 对 所以说这次呢 我就祝你回去 该创业该创业 然后该找你另一半 就找你另一半嘛 是不是 因为人嘛 又往前看 所以说 还是得要那个的 是吧 说真的 我不太赞同你回去打螺丝 因为打螺丝 但是一切是没有前途 但昨天我一听你这么一说 就说回去要开那个烧尔拉粉店 我觉得 还是可以啊 对 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 你看嘛 然后最好就说回去做点生意啥的 因为打螺丝 真的打没有前途 毕竟你是个大学生 其实还是有点舍不得这里的 因为来这里也有一个月了 还是这里的风景之类的 还是可以的 你是舍不得这里还是舍不得离开我 都舍不得啊 我让你和我一起创业 你又不愿意 是不是 没有 我这边走不开 真的 其实认识你呢 我也很高兴 毕竟多一个朋友 多条活路嘛 是不是 但我希望你真的回去 就是好好做事 然后好好奋斗 好好找你的另一半 到时候你结婚了 请我我去 700公里 700公里就700公里 到时我在东莞振到前呢 我还是会过来旅游 找你的 小鳌 还要过来啊 到时过来旅游 真正的带你去 各种地方玩 因为因为现在以创业为主 过来这里都没有 也好好创业 幸好你那边是农村 去了你那边看了大山 也是值得移去的 这一场旅游啊 是的 没事 反正还是那句话 以后我去东莞了 说不定还可以 就是说找你玩是不是 但真的这次 希望你回去就是好好奋斗 好好努力啊 好好 就是寻找你的那一半 如果你结婚了 请我 还是得 我还是会去的 好 你结婚了 你也请我了 我也会一定会去的 可以 我结婚说不定还早的 没这么找我的 你刚说你结婚还要等 我觉得 你是因为什么等吗 因为 你像你这么优秀的不用等啊 你要等谁 你告诉我 不是我找 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呀 我找到合适的 我就结啊 没有找到合适的 那只能等先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 这个阶段就是以事业为主 是吧 其实小凤 说到现在我都是有点不舍得离开的 如果你要缓留我的话 我还是会留下来的 不要了吧 好不容易就说决定要走了 等一下 又等那个多不好是不是 杀定决心了就要去做 是吧 就是回去要真的好好创业 创一般大事业 先创业再成家 对我相信你 相信你真的 不要用我希望了 好 到时挣到钱 一定要过来再找你旅呦 挣到钱再说吧 反正接下来 你就好好创业 好好那个吧 拥抱一下吧 你走之前啊 拥抱一下吧 拥抱上就不用了 握上手就好了 不用不用握上手就好了 可以可以 祝你事业有成啊 一定会事业成功的我啊 放手可以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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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那要不要请我吃个饭 我都走了 可以可以 等一下请你吃个饭 那我就不送你了 不送我了 就请我吃个饭 然后我们就走了 好可以 那你就慢点啊 我先去车上 你等一下过来 好 这个小熊呢 今天终于真的要走了 再说是真的要走了 真的 我也希望他就是回去好好创业 好好努力 因为在这边 的确是没有他什么事情要做的 现在呢我去请他吃个饭 然后告别一下 然后送下他吧 正式离开了 真的 慢点啊 小熊 后会有期 走了 我走了 小鳌 好的 路上注意安全 以后有机会再来 好的 拜拜 拜拜 这一次是真的要走了 路上注意安全开车 好 有什么事在电话联系啊 我送你个东西吧 这个帐篷送你吧 以后你在外面 要手干着 你还能 有个帐篷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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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东西送你噢 没事没事 那我走了 嗯 走了拜拜 走了走了 我也该回去喂豬喂鸭了 那我先回去喏 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